疫情解封了 但公车客运司机的缺工问题 仍然是尚未补足的 台中市公车有238条的公车路线 有超过50条缩减的班次 而其中像是在雾峰偏向的公车 原版班次就很少 而如今再减班次 让民众搭乘是很不方便 而对此地方民代也希望能够调整班次 方便民众接驳交通运输 公车行驶在路上载运民众前往不同的目的地 但现在要搭公车 可能得看准班次以免扑空 随着疫情回问 但公车司机缺工问题还是在 台中市的238条公车路线 平均每日减班364班 让不少地方是直呼 相当不方便 那据我们了解 有364个班次少掉 对于在上班上学巅峰时期 要搭公车的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晴天霹雳 这真的是每一个家庭很大的负担 甚至有人说 在台中市搭公车向拔杯 如果你运气好行拔你就上车 地方民代表示 台中市原本某些地区的路线班次就不足 像是郊区的民众大多仰赖公车外出上班上课 甚至长辈还要外出买菜 如今又遇到班次大调整 也让不少民众觉得公车越来越不便利 问题的癥结很可能在交通局跟业者这个协调中间 他们得到怎么样的结论 因为业者有很大的困难在他们招不到司机 那司机方面会说他们的工时跟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的不良 他们希望有劳减来介入 地方民代建议除了帮驾驶提高薪资待遇之外 也必须找出实际的解方缓解司机荒 而市府则表示针对目前人力缺口时级 尽量在非尖锋时段调减班次 原日班次低于30班的路线不能减班 希望能够做到将影响降到最低 接着装饰亭成章台中才有报道